一局上半呢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牛队的进攻 火哥呢在第一个上场被K掉了之后呢 第二棒的陈志伟就马上来超出了一只 中外野方向落地形成了安打 在一出绝情况之下攻占到了一垒 打者轮到的是昨天有拳列打演出 状况相当好的林毅全 这边左边方向穿越形成了安打 这次卡蹦逼的安打 我们看有没有带有打点呢 这时候我们看到钟晨佑先是拉了一下 不过陈志伟呢还是来到了三垒而已 二三垒有人的情况下 打者轮到张泰山这一球打得相当深远 这个界外球 钟晨佑接到之后呢 赶快传为分类来得及吗 看起来是来不及了 这个高飞牺牲打带有一分的打点 也让牛队呢取得1比0的领先 这局上半我们就看到牛队继续发动攻势了 正照航一上来先超出了右边方向落地 形成了安打 稍微偏高 这一个非常强劲的拼配 马上敲出了安打之后 打者轮到叶军章选择用触击 这个触击也蛮成功的将壘上的跑者 护送到了二壘 而且球跑了原始遭到了刺杀 打者轮到的是昨天由两只安打表现的余先民 余先民昨天表现也相当不错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 二壘手接到之后传往一壘 余先民的速度是相当的快 利用他的脚程攻占到了一壘 形成了一支内野安打 在一触角情况形成一三壘 有人这时候选择到了 而在这时候我们看到接球发生了失误 三壘向了跑者也跑回 阿浪也跑回球队的第二分了 就像我们看到轮到谷歌张建民 虽然一开始被K 不过接下来选到四坏球保送了 在一触角情况之下 德点圈依旧是有人的情况 陈志伟这一球右外野方向了飞球 找到了接杀 我们看到二壘上的跑者也利用这个机会 推进到了三壘 余先民来到了三壘 离得分的大门又更近了 这时候打者轮到是昨天也敲出 拳雷打的林逸泉 这一球打了相当的声援 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出去呢 哇 本季的第四五红出炉了林逸泉 这次拳雷打带有三分的打点 一口气将比数拉开为5比0了 牛队在一开始前两局的攻势相当的猛烈 但是到了二局下半 我们看到了六球开始进攻了 傅力士昨天表现也不错 也有两只安打的表现 先是敲出了安打攻占到了一壘 打者轮到的是第七棒的钟程佑 两口三外的情况之下 林逸杰这一球投的有点偏 获得了四五块球保送 在两出局的情况之下 一二壘有人 打者轮到的是拼命三郎于靖德 这一球我们看中间方向的飞球 哎呀 我们看到这两位野手在判断上 似乎发生了一点点问题 也让垒上了跑者跑回 蓝绿熊队这场比赛第一分 这次安打其实还带有一点点幸运 5比1 现在我们看到牛队还是有四分的领先 打者轮到的是黄浩然 哎呀 林逸杰出了猝身球 这个半局呢 出身了两次的四死球 也形成满壘的紧张局面了 这时候要讨厌林英杰的抗压能力 打者轮到的是詹志瑶 这一球游击方向滚一球 阿浪接到之后传往二壘 这场比赛呢 我们可以看到前五局打完之后呢 牛队是敲出了八支安打 特别在二局上半呢 林逸权的三分打点 全能打 一口气将比数拉开 蓝绿熊其实也不差 有四支安打 但是打击方面是没有办法串联 而留下太多的残垒了 比赛进行到六局上半 依旧是牛队的进攻 余鲜明呢 现在已经完成猛打赏了 这场比赛已经超出了三支安打 打者继续轮到的是火哥 同样是右边方向的安打 余鲜明利用这个机会 考过了二壘来到了三壘 在一触角情况之下 攻占到了一三壘 这时候蓝绿熊队是暂停 换了投手为吴思佑 好 今天其实蓝绿熊队的先发投手 雷克斯表现其实不断 有点不太稳定 出头五点一角当中就被敲出了徐兹安打 而且还丢了三次的四坏球保送 掉了七分其中有六分都是他的几个分 对 那现在蕾上的逃者也都算他的 先是我们看到火哥回来了 已经攻下了第六分 这时候蕾上依旧是有已经攻下了第七分了 所以刚才掉了两分其实也算在雷克斯的头上 现在七比一已经取得六分的领先了 六局下半我们看到库利斯 哇 这一球完完全全的咬中了 林一杰这一球被咬中之后 这是一支阳春拳雷打 库利斯本季的第四轰 也将比数稍稍拉近那么一点点 现在蓝绿熊插牛队还是有五分的差距 六局下半我们就看到库利斯靠着这一支阳春拳雷打的蓝绿熊队 只拿下一分而已 接着七局上半依旧是牛队的进攻 阿浪这一球右外野方向有没有机会落地形成安打呢 右外野手来不及的这是一支一类安打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阿浪也敲出了三支安打完成猛打赏 打者轮到叶军章 我们看到哎呀三类方向的滚地球 这时候三类手发生了失误 在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之下形成一三类友人 所以牛队来讲又是一个大好的折分机会 而打者轮到的是已经完成猛打赏的余邪明 这一球捞到了右边方向穿越行程的安打 有一分打点看来是没有问题了 牛队顾下了第八分 虞仙明这场比赛敲出了四支安打 牛队在这场比赛呢 一共有三个人完成了打赏 刚才我们提过的是阿浪还有余邪明 接下来另外一个呢 待会再为大家揭晓 蓝绿熊队在叫了暂停之后 我们看到许志华这时候也稳下正脚 分别三振掉了 先是三振掉了张建民 不过还是一二类友人 打者轮到邓石阳 然后两坏的情况之下 这一球三振掉了邓石阳 看来这个暂停似乎是收到了成效 但是接下来打者要面对的是 今天打击相当火烫的林逸泉 林逸泉这一球敲出去中间方向落地 形成安打 也成为蓝绿熊队在这场比赛 第三位完成猛打赏的人 而林逸泉这场比赛有四季的安打 精彩的表现呢 也帮助蓝绿熊队 也帮助新农牛队中场以9比3 击败了蓝绿熊 胜利投手是林逸泉 败战投手则是雷克斯吞下本